P1版本的一個命名方塊的教程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我這三個是50秒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如何獲得這個命名方塊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我這三個是50秒的 就是在基礎的版本裡面是 你是看不到這個命名方塊的 你不能再開放到拿到 然後指令是這個 然後呢你如果要得到它的話 你得要多加一個斜槓 然後這個電腦上其實也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你是在手機上玩的話 我建議推薦大家就是去弄一個外接鍵盤 不然的話打指令什麼的很費勁 呃 lock 好 然後我們就得到這個 指令方塊了 然後呢 當然我這邊也可以直接拿 對 好 然後指令方塊分為三種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種是 一種是 脈衝 一種是 鎖鏈 還有一種是 重複 它有不同的功效 然後命名方塊它具有指向性 我們可以看到一整塊命名方塊 呃 可以看一下它這一端是那個就是末端 然後它這個箭頭是指向 然後這個是指向的那個端 所以整個命名方塊 所以整個命名方塊擁有兩個 這個四面這個是負責那個 怎麼說 指向 然後我們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這一塊命名方塊 指向的是這一顆 這一顆那個 呃外接的連鎖的一個命名方塊 然後這邊的指令是title 呃 yes 這邊這兩塊都是no 如果它沒有指向性的話 它應該會 把說no和yes 但是 你看我按下去 只有一個yes 所以它那邊只有 往前傳 這命名方塊是 在放放置一個蛋糕 接下來呢 是有一個關於對話的一個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我這邊是 我的名字 對 這塊是沒有命名的 所以這邊是沒有命名 我沒有打字 然後它這邊是say welcome 這邊也是say welcome 如果沒有命名的話 它會這樣子 呃等一下 它這個有的時候會有點小bug 我們重新記一下 好 現在我們看看 它是welcome 是一個小老鼠 然後at 這邊的話是 welcome 呃 welcome 好 這邊的話是 一個關於 鍊方塊的一個東西 大家可以看 哈囉大家好 我是娃娃薰文森 今天給大家再來 呃 如何學這個命名方塊 然後 這個東西又有一些東西 這個指向 也有兩種不一樣的形態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後面彎下去了一點 然後 然後 最重要的一個 來了 就是一個關於 這個 呃 set set block 然後這個東西呢 是用來放置方塊的 比如說我現在站在這一塊 方塊上面 然後我輸入一個 我輸入一個 set block 你可以直接出入 xy軸 但是呢 它就是不會 在 你要 的那個 方位 就是 它沒有相對性啊 然後 如果我們在 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放一個 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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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們就在這個方位 就是 你有一個波浪線的話 它會有一個 呃 就 相對於你的位置 然後 我們先得要測出 就是 你 比如說人家那種 呃 全自動的造房子的機器 就是一排命令方塊 然後 呃 你按一個按鈕 或者怎麼樣就會見出來 然後我們虛點 呃 我們得先建一個這個 XY軸 XYZ 三軸 然後 這個東西 電腦板就不需要 電腦板按那個 呃 TED就可以出來了 然後呢 這邊 啊不對 那個不是 是F級 我忘了 然後 這邊是一個 紅色 X軸 然後 綠色是Y軸 然後藍色是Z軸 然後我們來檢測一下 比如說 我們這邊 SET BLOCK 然後 還有 我為什麼 比較推薦大家 就是 用這個 呃 外接鍵盤 就是因為有一些好處 就是像 我們現在測X軸 它這邊你看可以直接滑 如果我 我直接用屏幕上面指上去的話 就沒有這個 功能 我得把之前輸錯的全部給 呃 拆掉 然後我們在 呃 X軸上面放置了一個 CAKE 然後我們需要 先啟動一下哈 對 然後就測出來這個是X軸 然後 我們 X軸通常是拿紅色的東西來標記 所以我就 等一下 我需要把這個指令給吸掉 它這邊 呃 好可以 呃 紅色的X軸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做的是Z軸 就是 平面的 兩個軸 Z軸 我們一般用藍色表示 然後 如何檢測Z軸呢 我們把之前的那個 這個 E去掉 然後我們在Z軸的方位 Z軸是第三格 放一個E 然後 把它吸動一下 噢 噢 等等等等等等 這邊 漏了一個 好 這樣就對了 嗯 它這個Bug還是蠻嚴重的 沒有電腦版那麼 優秀 它必須要反覆反覆的進 因為有的時候你就會莫名其妙它把你卡掉 對 這馬沒有出來 呃 算了 我們不需要這個 我們直接在這邊 給它演示一下 呃 在這個位置好了 對 我們直接用那個 這個 然後在我們的初始位置 在我們的初始位置 放置 一個 鍵是什麼 下 我就直接在我們的初始位置 放置一個 嗯 沒有啊 那就是 東應該是 對 放置一塊石頭 然後我們在我們的 這個 我們在我們的 同樣的 X9 的 E 放置 紅石磚 2 1 YES YES STORM BLOCK 呃,等一下 哦,对,它是以我们这块方块为准 所以都会上来一个 我们把它移下去 对 因为我们原来站在这个 然后我们现在站在 呃,这一个上面 所以我们提升了一个 我们去把雨关一下 这里 对,好 把时间顺便调一下 可以了 然后我们同样的 在这里 那我们之后就可以把它改成-1 好了 同样,呃,斜段 哦,打登 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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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置一个蓝色的石头 蓝色的 我放钻石好了 钻石块 等一下 出错 然后 我看这个 Glock -1 Diamond Drog 好 等一下 -1 哦对 Z轴的-1是这里 那我刚搞错了 应该是 Y轴降1格 对 我们应该把所有的Y轴降1格 所以我们在这里标记一下Z轴 所以这个方位就是我们的Z轴 然后刚刚那个检测出来的红色 是这里 对 呃 我来解释一下刚刚我在说什么 有可能有些人听懂 呃 S-E-T Z B-L-O-C Block 就是 Z轴它是横向的 所以我 刚刚是想要把这个 变成 -1 然后 Z轴应该是不变 因为刚刚Y轴变了 所以我Z轴应该是正1 然后在 对 你看 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就是因为现在我站在这个方块上面 我的层高就高出1格 所以我的方块就应该会出现这样 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把那个一层去掉 然后刚刚去错方向去除了一轴 所以就倒退回去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Y轴 Y轴的话 我们得要小心一点 把这颗先敲掉好了 我们Y轴放个 两格高 不然我们会被卡进去 Y轴理论上一般都是在上面 所以 我们都不需要那个 你看 就是这样 浮红蛋糕有没有 Y轴 Y轴一般肯定是处直上上的 没有必要去找那个Y轴的方向 在这里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了 今天这集XO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然后 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 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有什么新奇的想法 可以跟我讨论 然后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红石影片的话 别忘了点个喜欢 记得订阅我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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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